謝謝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我會努力加油 然後努力地復健 讓身體達到最好的狀態 目標是今年年底可以站起來 對鏡頭露出微笑 感謝家人弟兄的陪伴 陸軍特指部上病 秦良峰恢復情況已經相當良好 5月17日汗光演習 秦良峰意外從高空1250池墜地 當時傷勢嚴重 經歷台中同仲和醫院 三軍總醫院89天接力搶救 已經在8月13日轉入一般病房 未來梁峰的路 附健的路 我知道很不好走 而且也很漫長 不過我們全家會一起走的 秦良峰當時於1250池高空墜地 全身包括腦挫傷 以及多處出血腫障 其中大腿跟骨盆傷勢最為嚴重 但由於當時是5點墜地 因此幸運保住一命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把梁峰 附健到最好的狀況 希望他到最好的狀況以後 再依他的狀況 來處理後續的情形 一心想回部隊的秦良峰 何時能再加入散兵 軍方還在評估 記者姚立場 陳馨怡 台北報導 登記者姚立場 據職員 尊重估